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入場 風雲谷時間 各位都知道 今天突發消息是 中國官方新華社公報 高齡96歲的前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逝世 當然他逝世未必是今天 或者昨天這兩天的事 更加可能已經去了一段時間 但是沒有得 在這個時候公報 這個時候的時機公報 也可以另一個角度 是證明到一樣 相當玄妙的事情 就是中國人的政治那種宿命 OK 1976年 周恩來死亡 激發了當年4月5日的清明節 獻花圈的一場 北京天安門事件 1989年 就是因為胡耀邦之死亡 就引發出這個六四 好了 這一次 現在你這個動態清明的時候 就遇著江澤民 是送多你一程 在這個時候 就正式歸天 消息蓋不住 是吧 要開追悼會 是吧 也是第三次 回到中國人那種 所謂的動亂 或者變革 那個十字街頭 或者政治上的重大的改變 1976年 周恩來死亡 就是導致四人幫覆滅 OK 1989年 趙紫陽死亡 呢 個個就以為會導致 鄧小平和李鵬那幫 戒嚴和這一堆 軍事鎮壓的這幫人 是會下台 結果就不是 很多人就買錯了 是吧 那這次呢 江澤民在這個時候 他時世會不會是導致 一番什麼重大的改變呢 那現在沒有人看波了 這幾天 我想呢 個個都在那裡 是中外都在那裡注視著 遠東這一個大國 會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沒錯 杜先生 因為江澤民呢 在近期 包括二十大呢 都沒有露面 那他的健康問題 已經長期被人揣測 那在香港的新聞歷史上 都曾經誤傳過他的死訊 但是這次呢 就不是誤傳了 這次呢 是一個來自一個很可靠 官方的消息 那這位領袖呢 或者叫做前領導人呢 就比較特別的 其實我看回 在中國 這個共產黨 特別是1949年之後 因為他 是一個呢 比較個性 和浮賣的作風 你看到他很多時候呢 都是 在外交場合 或者面對記者的時候呢 都毫不掩飾自己的情緒 那另外 他個人呢 也都 英語啊 俄語啊 也都很擅長 在一些國際的場合 也都表現自己的音樂 奏藝 相對來說啊 他是一個比較 比較啊 和西方領袖呢 接到鬼 和呢 容易一些溝通的人 甚至他和美國記者 都會談笑風生啊 你不要管他究竟 是不是在模仿著西方的領袖的作風 但是事實上 在他任內 就是說 領導中國的時候呢 的確 中國是走向一個呢 比較西化 比較開放 甚至呢 是一個叫做 滿星法大財的年代 那所以 現在他的世世呢 雖然大家都預料到 時日不是很多的了 但是都象徵了呢 一個時代的結束 他的時代一早就結束了 他那個重要性呢 就比不上毛澤東和鄧小平 但是呢 正如你剛才所說 因為這個最大的原因 因為江澤民是一個民國上一代的人 OK 他是出生於1926年 是中華民國15年 然後呢 當他進入上海交通大學 是美國全教士辦的這間大學的時候呢 就正當青年 到了1949年 中華民國過簽台灣的時候呢 他只是23歲 這個年齡呢 就多多少少呢 一個人那個基本的價值觀呢 是已經是塑造了的了 所以呢 在整個上海呢 更重要的呢 就是在日治時代呢 那大約那五年呢 江澤民都還在那裡 是一個少年人來的 所以呢 當然他在那一陣呢 是受到民國教育的分圖 民國的時代的教育呢 以目前來看是最好的 因為民科和理科的時候呢 是有蔡元培啊 還有這些呢 其他的教育家 是吧 戴桂圖啊 這些人呢 那個制定就是 就算後來 這個叫做陳立夫啊 在美國做抗業 但是回來做了 民國的教育部長呢 他們都是一些有心的人的 所以呢 就是造就了 他的知識方面 文理的博學 再加上上海人 那嚴格來說 他叫江北人 他原籍是揚州 揚州呢 出名呢 就叫做三把刀 剃頭刀 剃肉刀 和修甲刀 江北人去到上海 有自卑感的 但是被真正的上海人呢 是寧波人為主的上海人呢 是視之為未入流的 但是以他那時候來說 也考得到上海交通大學呢 他的成績呢 讀書是不錯的 也都是受到呢 美國的分圖 就是他適念各業提示 沒有演說 所以後來美國呢 是對他有小小的刮目相看 一起他的法律 覺得呢 他都是我們有份 點化和教化的中國人 於是對他呢 是以忌以厚望 果然 他是一個呢 有海派作風 還有思想從來未曾被文革 毛澤東 徹底改造好的 中國共產黨員 還有被他爬到這麼高 是吧 而且呢他有呢 那種權術 爬到上去 高處不聲寒 他怎麼用那種權術呢 搞定陳希彤 跟著李鵬 還有呢 哄定鄧小平 差點呢 在九二南巡的時候呢 就被鄧小平罷免 因為他說過要讓鄉鎮企業破產 但是這句說話是言不由衷 他是一種保護式 因為他要招呼陳雲呢 這一幫呢 比較左派的元老 結果後來鄧小平死了呢 他一個人大權獨立呢 就變了長江決堤 是吧 就是奔騰野馬 江澤民的思想呢 就是五個字 悶聲發大財 這個江澤民思想呢 就是透過一位香港女記者 向全香港人傳達 你們香港資質就是有一樣 比誰都破的虧 外國資質還沒來你們都多了 人們是發大賊 是不是啊 這句說話呢 長達五分鐘這段片呢 點擊率很高 是吧 令到呢 他成為一位呢 超級的喜奇議員 是吧 你知道大陸那些人 老了呢 是有少少像大媽的 那些上海人 加上肚腩呢 是有少少中性化 那時候來說呢 香港呢 是有北水南調 你們說不滿意董建華 他就呢 幫你換了 就換了一個更加好一點的 所謂好一點的叫做曾蔭權 是吧 然後呢 給你們呢 是有一個超級區議會 普選那裡呢 是有所增加 都算是這樣的了 是吧 從人的宿命來說呢 是吧 你的要求不能夠太高 是吧 因為呢 你的命裡面呢 你是不會得到的 中國人呢 永遠不能夠奢望 你會出一個叫做 名字天王 是可以呢 是跟你呢 是維新 然後一躍呢 而成為一個 現代化的國家 是不行的 江澤民當然他的局限 就是他不接受民主普選 這個呢 他後期 他身為共產黨 是受馬克思主義那個洗腦 之後產生的局限 但是他的那種 譚笑風聲 和那種喜劇感 拋書包講英文呢 是他前半生的民國影響 所以他前半生民國的教育文化影響呢 當他發揮出來呢 他是有人性 當他下半生那個影響呢 他是絕對不容普選 甚至他是不容許 這個台灣選的李登輝出來 如果不是他就要軍事演習 打炮 這個是他的局限 是不是 現在你看回呢 其實呢 全國大陸的人心裡面都很後悔 原來這位長者呢 是相對來說呢 都不差 是不是 我想香港現在都是啦 對不對 那時候來講 他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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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裡面和朱鎔基一樣都認識到香港的價值的 所以他容許那些呢 是指名道姓的那些法輪功呢 是說他活摘器官啊 什麼要公審他這些標語呢 是在香港呢 是去展示的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在這方面來講 有一種西化教育的 加上上海人 上海一個成功人士的胸襟 這個是有的 OK 到了現在了 不用說了 是不是 就是看回江澤民的出身和背景呢 剛剛你都提到了 就是他雖然不是真正的上海出身的人 但是都是一個江蘇省的揚州 一個黏著上海的環境長大 那上海人這個背景 加上他是一個知識分子 他修讀的是當時 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 然後呢去到莫斯科去繼續進修 那都是曾經留學和出身在上海 那這兩個背景呢 都已經大家可以想像到 他對於國際或者西方的市民 那接受程度呢 是比較寬鬆 或者是容易一些理解 再加上他個人的個性 有時大開大合啊 或者是那種 就是不介意流露自己的真性情 其實現在回顧他某些畫面 都挺卡通化 如果用荷里活的動畫去畫它出來 是很容易畫的 因為上海和香港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曾經受過英國和海洋文化的教化 上海曾經有一個英法租界 香港不用說 是英國的殖民地呢 是長大150多年 那所以呢 在這些十里洋牆裡面呢 他接觸過先進文化 他知道什麼叫做先進文化 所以他的三個代表呢 就是說共產黨都應該做先進文化的代表 就是說他看了《鐵達尼號》這些戲 他覺得荷里活片很精彩 他希望中國的電影都可以拍得到這樣的水準 但是呢 江澤民來講的時候 他是揚州人 將他揚州的基因 以前揚州是那些鹽 南、北、東、渠 是一個貿易的中介集 在這方面來講呢 跟香港也是相似的 所以其實他是挺喜歡香港的 你看他來訪問香港的時候呢 穿面服呢 是吧 就在香港的屋邨那裡訪問呢 是講廣東話 是表現一種親民的作風 也都不排他 他的副手朱鎔基來講話的時候呢 就引述獅子山下的歌詞 並且說呢 香港沒有理由搞不好 如果香港搞不好呢 不但你們有責任 我們也有責任 是吧 那這些呢 就不是未必是假的說 完全是假的說話來的 是吧 所以呢 這個叫做上海和香港呢 都是經過海洋文化 西方文明呢 點化的兩大港口城市 只不過呢 香港比上海更加幸運的意思 是直接由英國呢 是殖民地管治 長達一百五十幾年 而呢 上海只有那一兆分 再加上他是讀美國全教士 開辦的交通大學 那這些打了個底在那裡 對到最後做了總書記 中國人算叫做撿到的了 是吧 你不可以有更加高的要求和奢望 因為呢 在這個宿命裡面呢 到目前為止 我說說客觀點 是不會擁有 在可見的將來 也都不會出現 就是這樣了 是吧 經常說呢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了 那現在回顧一下 當然大家都懷緬了 在江澤民的時候 一種比較自由或者開放 或者經濟環境好的時候 那現在你看回呢 其實他當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 朱鎔基是任上海市長的 而兩個人在位的時候 那個配搭 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個成就 那當時呢 剛才你提及了 譬如放鬆一些匯率的管制 開放的房地產市場 加入世貿等等 雖然滿聲發大財 很多人發了答 很多他們體制裡面 或者他們的家族周圍的人呢 都可以分一杯羹 但是事實上 在那個時候的中國人 或者中國 為及香港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享受著 一個經濟的成果 那現在這幫人 我不知道他們 雖然不能出聲 或者不敢出聲 他們怎樣去比較 今時今日 在動態清零 或者在現在這樣的 中國的政治氣候之下 他們悶不悶聲 即使跪低 能不能發到財 那這些他們自己想像了 江澤民和朱鎔基這個組合 的確是中國近代裡面 一個比較經濟蓬勃 或者是開放的環境之下 就是了 那時候江澤民的時代 都可以有一些西方的論說 典籍 戲劇 可以入口 是不是 因為他們兩個 多多少少 是鄧小平的繼承人 但是他們那個局限 就是江澤民 你怎樣西化也好 他不知道西方文化的精髓 他就不是他所讀的那科工程 是他後面那個文化的價值觀 所以江澤民他時時 是以電子工程師的出身而自奧 他也很喜歡文化 但是他覺得文化 是他的那些英文 詩詞 是他的點綴 他不知道西方價值觀後面的動力 文藝復興以來 這個叫啟蒙大師 法國革命 英國的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的興起 這些他沒有深作研究 這個是工程師讀理科的人的局限 OK 香港也是 香港那些讀理工 金融那些都是編在這邊 這個是中國人長期戰士文科之下的 他們自己自食的惡果 那些父母都是說 哇 兒子讀文學歷史也不好 當然是讀engine 當然是讀e4 到現在都是這樣 那些尖子就入e4 或者做MIT那裏讀triplee這些 他覺得是人上的 讀這些不是壞 是不是 是好事 但是呢 你要看到整個西方 近200年 牛頓以來 是文理相負相承 甚至是文方面的變革 是領導 還有駕馭 理方面的科學知識 這樣才成就為 由江澤民至下 每一個中國人內心 所崇洋的理由 是吧 但是他們不懂 不明白 到今天都不明白 這些中國人 是吧 你是一個旁觀 就是旁觀 不要投放任何愛 或者恨 太多的感情 是吧 對於江澤民這個人物 是有可以欣賞 或者甚至 可以entertain的地方 他不是一個 十惡不赦的壞人 他是一個有人性的人 或者有相當胸襟的人 這個和他的揚州 上海 和受英國租界的時候 西方教育 這個三合一 那個組成是分不開的 可能因為你說的理科背景 或者真的 中國人 還理輕民 在他任內 這些我們叫countable的 例如經濟 數字 可能他容易一些理解和掌握 也都發揮到他的專長 用這個理科 或者數字去管理 但是屬於一些叫做文化 或者叫做政治遺產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 uncountable的東西 他就比較薄弱了 是吧 接著下來怎樣呢 這個不止他一個問題 在鄧小平江澤民時代 我在香港聽到很多周圍的 親中愛國的左仔 都說 現在好了 現在是工程師治國 江澤民也是工程師 朱鎔基也是 這個叫做 吳錦濤去到清華也是讀理工 這個叫做 溫家寶也是地質學家 地質工程師 李鵬也是讀這個水力發電 工程師治國是好 我說好在哪裡 這個毛澤東那時候不同 找些文盲的陳永貴那些農夫做副總理 那時候全部那些賣菜大姐 他沒有想 我看一看他的樣子 20年前 你這幫人都在說毛澤東很好的 是吧 現在他是知識治國 是吧 知識治國就會確保文革 是不會回頭了 是吧 現在改革開放 這個是一個定局來的 我心裡面聽到我冷笑 是吧 當然我表情沒有表達出來 我是冷笑足 可以說是長達20年 最少 是吧 他們覺得工程師治國是好事 是吧 讀理工那些 你比楊振寧 楊振寧 以一個叫做 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 在文革的時候訪問中國 他都看不出 整個中國的文革的方向是錯的 他說整個文革工農兵領導是對的 赤腳醫生是對的 OK 大躍進也是對的 那個叫做前學森 這些就是讀理科的人 是服從於一個極權的政治 那種文科知識和判斷力不足 和當他們成為偶像 成為中國人的精神領袖的時候 他們會受到大多數 成億上萬的這些藝民的膜拜 就覺得他們是對的 OK 這個是50年代以來 循環到今天都是這樣 所以只能夠說這些是中國人自己的共業 而江澤民現象是這個共業裡面的一個環節 比如說看回一些 當然是部分西方傑出的領袖 都有很多來自非理科 或者不是一些工程出身的 比如說列根 雖然他 大家經常都記得他是一個演員 但是他在年幼的時候 他修讀經濟學和社會學 後來就是有一段時間就是入了演藝圈 其實都是屬於文科的 因為演藝是屬於表演 後來他擔任美國總統之後 成為一個結出的領袖 甚至終結了這個冷戰 這種我覺得不是來自他說什麼 讀經濟或者是社會學那麼簡單 是因為他從事演藝 因為演藝是一門performing 或者是一種creative創作的專業 其實他通過星球大戰 這個這樣的計劃 和蘇聯玩這種軍備競賽 其實都是一場戲 最後拖垮了整個蘇聯的經濟 令到蘇聯解體 這個是一個戲劇的高潮 或者叫做twist 這些你不要以為 不和演戲有關 這種就是文科的領袖 為什麼可以有些時候 在歷史上面 作出一些令到人出人意表的領導 或者一種建樹 這是他的例子 邱基爾更加不好說 是不是 陶先生 邱基爾雖然讀軍事 但是他是一個很好的作家和歷史學家 是不是 這個也都難怪的 有時候 因為中國人試過有一個文科的領袖 就是搞到他們是萬劫不復 這個叫毛澤東 毛澤東就懂得武民農脈 師辭歌父 但是對於這個經濟是一竅不通 也都沒有任何科學理性的邏輯思維 是不是 所以就見過鬼怕黑 所以後來他們這些親中外國才說 哇 現在工程師治國是好東西 你看他們左部 這方面來說 是中國人自己悲慘的宿命 是不是 文科的你又死 理科的你又死 就是你不會有運閒 你不需要幻想 你有一天可以變成日本明治為親成功 或者是好像北歐 歐洲 法國 英國和美國這些 是可以有民主普選的政治和有自由 但是現在他們有一些人就自我麻痺 就說你看英國 美國的經濟多差 是不是 民主有什麼用呢 英國選過這樣的首相 美國那個老人之外 都是回到一黨專政和一日皇帝好 這些中國人現在又回到那個迷夢裡面 這幫是一幫sleep walkers 是一幫夢遊者 他們這幫夢遊是很可憐的 你知道嗎 是伸高的手閉上眼 然後覺得在夢境裡面 好像戴著一個VR鏡一樣 哇 又看到很美妙的 很美麗的演景 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周圍是豺狼虎炮 是一個很可憐的民族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江澤民這些領袖來講 老老實說你擺在世界文明之林 三百年是不入流的 但是英文有所謂 baggers are no choices 說乞丐是沒有閹尖權 這句說話是英文 會不會涼薄了一點啊 陶先生 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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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只是在引述英文而已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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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有一句北方一句叫 叫法子吃龐蟹隻隻好 是吧 就是乞丐在那裡吃蟹隻隻都好 是吧 因為你不能夠有太高的要求 是他的宿命的意思 好嗎 所以現在我們看回江澤民來講 是一個 在跟鄧小平比較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領袖 因為他也不止太殘忍 是吧 對於政敵來講 異見者 例如魏京生 是吧 雖然在他任內判第二次 但是呢 是跟美國做交易放藥 還有一個叫吳宏達 也都放藥 是吧 如果你換成現在這個 就不同的筋量了 所以江澤民的出生 揚州人 是中國的華東江南 還有他的教育背景是民國 這個是幫他的基因 是加了一些分的 是吧 所以中國這個國家 你從春秋戰國開始 你會看到由齊老 到這個叫吳越 到嶺南 是沿海的中國人 是比較開放一些 還有是比較合理一些 這個跟內陸、黃河、流域 那些是兩種人 誰知道江澤民 他的敗筆就是 他臨死的時候 選領選折班人 隔代指定 是沒有什麼眼光 在這方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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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個個都知道 他很後悔 現在後悔些什麼 我想人人都明白了 是吧 這個就是中國人治的自食奇果 你臨死的時候 所以這個叫溫家寶 2012年兩會的時候 最後一次涼上去 其實是暗中指責江澤民 沒有做到已經做的事情 就是政治改革 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改革的成果 也很容易失去 這個說話 他是指控鄧小平 江澤民兩代 也都包括這個二皇帝的胡錦濤 是吧 是沒有做到 哥巴卓夫 應該做的小小事情 是吧 但是中國人 就覺得哥巴卓夫 是一個壞人 這個全部洗腦了 要魔法 OK 其實呢 溫家寶最後一次記者會 那番說話 現在誰有人夠膽呢 是重溫呢 是吧 這就是下面做奴才的悲哀 他在位做總理的時候 你就想去述職 兩手垂立 公立 現在 現在溫家寶最後那個記者會的遺言 是吧 你記不記得 每個中國人辦失憶 但是現在新的一代 當然他沒有記憶就更好 是吧 就由頭來過 由頭來過 就給這個食子文化 再次吞誓 是吧 陶先生 所以呢 就等於你剛才提及 那個沿海文化 上海江節和香港 那種開放一些 比較和外國容易接軌 就是有些人研究歷史 就是What if 就是在春秋戰國時代 如果當時的齊國 就是齊老一帶山東 能夠取代這個西巡 就是代表內陸黃河文化 而能夠統一中國 建立到政權 整個中國歷史的走向 可能在那個點已經不同了 但是當然 歷史沒有如果 結果就是西巡 這個來自大陸 內陸的一個政權 去統治了整個中國 然後推進了一種 中央集權 甚至專制的政權 一路延伸到二千多年 那就去到現在 那所以呢 就是真的 其實這種是一種 有時候很多西方的社會學 甚至歷史學者研究 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 出現的分別 那這個話題 都很值得研究或者討論 將來再講 這個 好了 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共業 是怎樣繼續延續下去呢 是不是其實它死了 都有一陣子 現在呢 在這個時候才公佈 是分散的注意呢 是不是 還是如果是分散注意 如果這個計算 會不會是弄口反絕呢 是不是 因為呢 那三大領袖人物死呢 我們看這個1976年之後呢 都會導致一些巨大的政治犯法的變動 是不是 當然啊 現在下面那些奴才 就不敢出聲的了 那些人呢 就在這裡 看一下上面 現在他們恐懼 是有可能 是會有一些莊家的變動的問題 是不是 這些就是了 中國人來講 永遠都要盼望有一個明君 OK 如果這個明君 就算有 是不是 他的生命都有限 跟著接位那個是誰呢 是不是 這個我們看羅馬帝國就知道了 雖然海撒大帝 是一個所謂的明君 又准許元老院 但是尼陸上台又怎樣呢 這些呢 就是一種愚昧了 我講得直接一點 是不是 所以呢 江澤民來講 對於香港人來講 總體來講 他的局限 就是他不能夠容許普選 但是他喜歡西方文化 但是他不知道西方文化 只可以延續和更新 是因為普選 OK 所以因為他始終骨子裡面 他是一個中國人 就是這樣 好吧 今天講完了 謝謝陶先生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風雲菊 希望大家記得訂閱 讚好 我們下集再會 謝謝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 一直以來對風雲菊的支持 風雲菊 每次 每次長途不攝 淺利條條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如果看到這裏 大家還未在YouTube Like這集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無論你在不在直播時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級感謝 超級貼圖 以及超級留言 支持我們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也會包括 有每一集風雲菊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會令我們可以更加有動力 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幽菊 一路走到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世事多變 小看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菊再會